好 县政总质询紧接着来到由县议员邱光明进行质询 并且针对养猪产业退场的机制 利物系南岸开发案 青年住宅工程的品质 沙滩车辅导机制等等议题来提出多项的建言 观言县会定期待会紧接着就是由新城乡 修荣乡地区的县议员邱光明提出质询 并且针对两家养猪户产业退场机制 利物系南岸地区观光发展 今年住宅工程品质和停车问题 并且向花园县政府提出建言 在这个问题存在的时候 我是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有一些方法 因为其他两家的业者 他愿意迁移到我们的南区的养猪业的专业区 那一家他也认为说这种地方 在整个家设备还是有味道 他也愿意整个把整个养猪业能够退场 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他们业者都有这种诚意的话 我在想应该我们农业促要有所作为 我们请我们处长来答复我的意见 开花是在西里外 而且又有一个堤防 又有一个防信道路 所以这个整个利物系南岸如果开花出来的话 真的 又离我们 他如果国家东西非常近 又离我们旗星产会非常近 哪天如果我们 他如果国家的这个道路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知道我们观光客到我们花园来以后 他没有经典化 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观光一下 所以本期已经提了好几次 有关于利物系南岸的开花案 这个青年住宅 这个一千多的切丝 我们要去厘清 我们分段看到什么解决 其实啊青年住宅住进去 到这那里讲一年 问题最多的就是电的问题 其他的主体结构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电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麻烦 刚刚给你处长三五一号 而且我们地生处也有插开那边 说要给我们农民来产出 那个地方你怎么去跟做 在大汉门口 没有办法去跟做 没有办法去跟做 所以我是想你们处长 为了这个809屋的停车会 要稍微用心一点 新年出关门表示 19号提出对象建议 也希望花灵政府团队能够多加用心 解决新运营的需求 协助地方开发观光产业 共同来打造花灵愿景 记得久了 欢迎收视频道